这是4月1号下午 槟城丹荣道光出现水龙卷的画面 4到5分钟后短暂登陆 约50间房屋遭到破坏 罕见风灾 村民防不胜防 直接志工前往灾区关怀及发放祝福金 来自槟城车水路观音寺法师也前往关怀 雪中送炭让灾民可以安生 安心及安生 也祈求天下无灾难 大约新闻 这是美志工吴宗恒 张文静 马来西亚报道